啊 喂 爆單厲害了 你知道 摩連羅去駕駛曼聯 有多爆啊 那美斯轉會皇馬夠爆了吧 都未夠爆 還未夠 那陳七轉會車仔算全球最爆了吧 想夠爆 當然要逢星期一晚11點至12點半 和逢星期五10點至11點半 聽實爆足90分啦 肥蘇 林恩 大師兄 和阿近做足兩晚 輪盡球壇大小事 大爆世界足球秘密 加普爆料 果然夠爆啊 自從第一次跟你相遇之後 我對你一直都念念不忘 忙不了小籠包 魚子醬分蛋 菜心獅子頭 花雕醉雞 送嫂魚羹 黃金蝦球 盛黃胡椒餅 我決定要馬上去觀塘 鹏城葉街東廣場二樓 吃光你們了 黃不了拉麵小籠包訂位電話 2668-9133 很近地鐵站的 黃金蝦球 逢星期一 三 五 八點 梁振英及其班子 你拿他們 攤了他們的照片來看 最多差鼻幫 哈哈哈哈 那鼻子是這樣的 由梁振英開始 蕭生助陣 陪你由走古今時時 到進民事哲理 那當然 亞視最可憐的東西 就是自己騙自己 你拿這東西四六出來 你騙到誰 還要去告別人 說你誹謗他 風雅燒燒 香港人網敢講 志浩廳 哇 Jackie Lin真的很厲害 我沒試過都不知道 原來真的可以的 Jackie Lin當然是怎樣 相信我 Jackie Lin超級 你在說誰啊 連Jackie Lin不認識 當然也不錯 有Jackie Lin 沒有暗瘡 是不是電話公司啊 請問Jackie Lin電話第一號啊 任何類型的暗瘡都可以自已的 身體質素改善 暗瘡自然就終極啦 我們找Jackie Lin回手 他們兩個熱波 解決了暗瘡 一無散暗瘡 會心翻散 由Jackie Lin和暗瘡 幸福 需要冒險 徐堂 溫星紅 幼勝 勢離人妻電影完結編 十二月六日 勇敢去愛 好 回來啦 博士 澳門是什麼呢 這幾天很多人訪問我 連鳳凰衛視的女子女子 都在裡面問澳門的問題 我說澳門的問題 應該是治安或保安問題 我問什麼治安問題 他說 阿區好像要放了 我說 放了怎麼辦 阿區發了圍嗎 明天應該放了 對 他問過訪問我 有沒有訪問我 現在人在香港 對不起六點鐘 我不在這裡 我在香港吃飯 其實說得難聽一點 當全世界最大的黑社會 在香港和澳門的時候 其他黑社會 早就收齊了 收齊了 不要收齊了 現在澳門沒有黑社會 我跟他說 為什麼呢 每個人轉行做賭廳 做旅行社 做貴賓廳 照案成功了 全部都已經 團團造陣副家翁 我認識這條魚蝦蟹仔 現在都整 住兩棟豪宅 一棟五百萬 一棟六百萬 另外 還有 還有千多萬 十二元功夫 做賭廳 做貴賓廳 給四張桌 還是八張桌 你找到人 有些沒那麼發達 當年四五十萬 買樓下來的 現在都升了三四百萬 有份工作 又不用多 一個月賺一萬多二萬 根本夠吃 所以澳門現在根本沒有黑社會 現在也沒有黑社會 拍車仔也沒有 沒有人拍車這麼慘 停車場太多了 澳門現在你看到 普京的下面 整個銅碼像廣場 都滑空了 可以拍幾千輛車 歡迎大陸同胞 去澳門炒 不要去香港炒 還有 歡迎越澳遊 所以現在澳門唯一 要怕什麼呢 就是怕交通 因為我最近還出了一本 叫做防禦駕駛手冊 不單是教駕駛人士 還教走路的行人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有看到澳門 駕越澳車牌的人 自駕越來越多 危險性越來越高 不是安全駕駛 是防禦駕駛 防禦 防禦 你知道什麼叫防禦駕駛嗎 就是你開車 你突然準備 右邊有個車飛出來 左邊有個車飛出來 甚至有個行人 明明那條不是斑馬線 躲下頭 拖著行李箱 飆出來 這些叫防禦性駕駛 聽到嗎 大陸每天發生的事情 沒錯 我參考完大陸的安全駕駛 從台灣的防禦駕駛駛 就編了一本澳門防禦駕駛駛出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發覺 因為太多這些自駕行 或者類似自駕行的 有粵澳車牌的發財車 或者巴士司機 這是內地人 才說是外路 現在已經 在澳門過馬路 越來越危險 每天都好像載車那樣 對 每天都是載車那樣 現在澳門為了麻煩這裡 所以我們鼓勵你不要緊 你喜歡就來 安全自負 安全自負 那澳門這幾天 你們看 這個施政報告質詢完 剛剛質詢了 質詢了1 2 3 4 5 6 7 8 9 天 為什麼要這麼長呢 因為除了特首的三天 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之外 他還要五個不同的政務司 一人有的一天有的兩天 那麼政制事務司那邊 就比較簡單一來搞定 那麼比較麻煩 星期四、星期五這兩天 就質詢了一個文化社會師 或者社會文化師 為什麼質詢呢 因為他管的飯數太多 而且還在省修修 而且最重要的是 全部有一間派錢的 那社會文化師的東西就是這裡 這個就是傳聞 這個就是部分 那麼社會文化師管哪一份 一是衛生 二是教育和青年 三是社工和社保 四是旅遊 五是文化 六是體育 那麼除了旅遊這件事 是賺錢之外 其他五份都是派錢 那大家當然要關心 每個人都說我不夠錢 我要多些 幾乎 嘩!幾乎 昨天只剩了三份 衛生、教育和青年 還有社工和社保 今天是製造旅遊、文化和體育 所有人都說沒有錢 各個議員都罵到非起 特別是昨天陳明金議員 醫療衛生那邊 就說現在的排期 照一次鏡子等半年 看一次病要一年 開一次都要等兩年 怎麼辦啊 為什麼這麼久 哄著一間大型醫院都還沒出來 要老婆排隊 八十四還要排隊 不用排隊 明年可能會見耶穌 嘩!真的 不斷罵老闆 整個場面搞得很尷尬 香港就沒有這種事 所以香港醫管局其實是可以的 你六個醫療網 起碼不用排那麼久 澳門要排很久 澳門現在大型醫療機構就不足了 現在澳門這樣 全澳門只有一間公立醫院 又山頂醫院 另外一間大型醫院 鏡湖是私立的 收錢的 深切治療一馬要七千元 三等房價 三等房價 二等房價又貴一點 一等房價又貴一點 一等房價又貴一點 一等房價好像兩萬人一天 即他就私家院 你有錢 那當然沒問題 那問題是沒有錢 那問題是沒有錢 那問題是 所以公營服務 現在澳門是有 但問題是不足 現在不足是比香港更嚴重 澳門的門診服務 沒有問題 因為他通過醫療券資料 一路發下去 就叫散去看一般 小病就找一般醫生搞定 但是大型醫療要留意 或者要做一些雷射 或者什麼什麼什麼 紅外線那些 那些比較麻煩 那些東西就是 質衛生農教 還有教育 教育又質到飛起 所以現在澳門和香港很不同 澳門吵一吵就吵分錢 香港現在吵吵什麼 就吵換特首 澳門人為何不會吵這個政治呢 其實是一個主要原因 因為澳門人知道自己是義拉城市 香港不變 澳門就很難跟著變 而且還有澳門就太了不起 這些全部都是北京拍板的 那北京拍爺是怎樣 唉 看得到的 真是 求也沒有用 現在追求一些實際的東西 我不是說澳門不支持雙普選 澳門呢 一般年青人都知道 根本問題是雙普選 但問題呢 你在2017和2020搞不定 澳門也不可能走 那倒不如現在才掠得多少算多少 所以我沒有騙你 最近我科大 我有一個研究處 在做一個研究 原來澳門人 自我認同的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一問澳門人好不好 那就是澳門有錢派 每年青人都可以 每年都可以 立即可以認屎應屁 很開心 沒錯 香港人都不知多羨慕 連派五年 大陸人也好 台灣人也好 香港人也好 其他地區的中國人 包括新加坡 都沒有試過 連年都可以派 我們這麼不容易派一次六千元 是要郭博士去遷就那個人 遷就得多厲害 才能派過一點點 對 台灣也派過消費券 但台灣的派法就是 因為經濟不景的2008年 那時候剛剛金融海嘯 那拍完之後就沒有派了 所以變成了 原來澳門人最大的identity 幾年就是年年有錢派 現在還不止年年有錢派 但是從今年開始 年年有樓抽 他就不是派屋 要抽獎 抽到的發達 這個社會要安定 是很簡單的 你又不需要馬上派 你只要被他醜 他的心理就是 要是想公屋 要是想居屋 他自然就不會上街 你現在香港 又沒有錢派 又沒有醜派 那我為何不上街 對 所以要找你特首開刀 不是載得過 反而你又這麼頂不掉 說一句謊話也比別人更差 其實我一直覺得香港 如果真的 肯不肯都心 現在澳門的最主要是 由於 特別是2005年金山澳映 之後有七年 財政預算 相對上是比較多 有時賺得多 有時賺得少 起碼就不休 你不休的話 相對上就比較有心情 做一些比較長遠的規劃 譬如 內部的捷運 還有外部的城西輕軌 還有五法新的前海區 還有橫琴發展計劃 還有港珠澳大條 怎樣去管理的問題 所以港珠澳大約澳門是很被動的 澳門其實現在 如果是十年前 是很歡迎的 但現在就希望 越馳通越好 沒有太多人勇約你 哇 好像香港一樣 個個開車 十幾萬人 一到禮拜六禮拜 就殺到澳門 為什麼解決 現在在台北去淡水 一到禮拜六就糟了 整條大道路到淡水 即是竹圍那裏 就堵塞了 因為從六線行車變成四線 四線變成兩條線 一個河邊 外面有紅樹林 又是那些什麼什麼 郊野公園保護區 不能夠鋪闊的 哇 塞到爆光 有三個地鐵站 紅樹林站 竹圍站 和淡水站 你是無法進去 一到星期六四天 不怕的 學一下國內 十一黃金周 塞到全國 停了幾天 在高速公路中間 不知道做什麼好 那下次香港人就不過去了 現在是這樣 我們建議澳門政府 澳門政府最合適 最近給我們的規劃是這樣的 首先 在港珠澳大橋人工島 製造一個超大的停車場 所有人都去到停車場 先轉其他巴士 特別是發財車進去 巴士有兩種玩法 一隻就只駁到摺運站 一隻就直接踩到賭場 就是這樣 這樣就不准這些車進去 除非你開越澳牌 港澳牌也有的 特權階級可以 有錢都不行 有錢令你有錢人來到澳門再轉車 因為香港有錢人大多 你是官員 安全或其他關係 不方便轉車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填海區 A區 A區會做一些 古靈精革的鬧爪爪 專門營照這些 從香港殺過來的人 就不要盡猶去舊城區了 要玩就在A區 或者A區 做一個新的跨海大橋 直接殺過路坦區 大型賭場就算了 反正你最好連新口岸也沒有進去 因為澳門現在新城區就是新口岸 舊城區就是內港 但這種交通連接 有沒有考慮到輕軌呢 全部以空軌為主力 來接駁 這樣就可以了 全部人都送上輕軌 就不要走到馬路上 因為現在最大的事情 整個澳門的路 只有百多二百公里 現在大部份是兩線行車 你一下擁有十一萬輛電單車 只要六萬輛電單車 將來可能一天一萬輛到兩萬輛電單車 基本上就要玩完 所以現在澳門最害怕 現在澳門不是怕經濟成長快 不是怕經濟成長太慢 好像梁晴晴要快 現在澳門要把成長得壓到百十或以下 要不然就受不了 因為基建根本跟不上 你明白嗎 完全跟不上 還有一些天然環境的關係 澳門就是山丘的地方和香港一樣 是海島營的 山丘為主 平原不多 平原都是填海田出來的 那你便有 死靜來的 不過好在澳門有一點 是比香港好 就是大部份內地遊客 是來大型賭場的 一天你來私人都吃五萬人次 未計新奴天地 銀河道家村那些 一天吃你十萬人次 不見了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澳門現在 那些旅客騷擾 只是騷擾一個區 就是澳門新馬路由噴水池 走到大三巴雅區 騷擾極就是這個區 和兩邊的居民 舊城區的大部份地區 是見不到大陸人的 除非是酒店 還有大陸人就是在 新口岸區 即是賭場區 因為澳門現在的遊客 只有三個區 最多遊客就是 大型賭場 露坦區 大型賭場裡面 那裡一天有幾萬人次 然後就是 澳門本島新口岸的 大型賭場 或者小型賭場 像浦京 金沙 星際 最後就是遊客區 遊客區就是一條街 那些遊客也沒有興趣 其他的 林則徐 那些 望下條約 那些都沒有興趣 然後就殺賭場 所以跟本地人 衝突低了很多 低了很多 沒有香港的反黃蟲運動 出現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跟本地人有個區隔 特別大部份澳門人住的 舊城區那邊 基本上 你真的找一個遊客也見不到 好像我這陣子回來 褲龍申街 晚上有人 天天都見不到 說女司打口 下環街 你又完全見不到 我們有 因為他們也不會去 也沒有興趣去 而且導遊也跟他們說 老塞車 他們不要去 他們的確又很塞車 那我就不要去 那時候 又不跟香港這樣 你走到哪裡 都撞一撞面 走去貝奧露營都撞到他 香港問題出在這裏 這件事跟台灣人很不同 因為台灣人習慣了一種夜市生活 你遊客人在夜市走來走去 晚上12點 他們覺得OK 沒有問題 因為他們習慣 一向有的東西 不給外地遊客 都給本地遊客 而且有個夜市在那裏 唐價地價又高了 租出去的舖位 都租了幾十元一尺 整個大王債 但香港不是 他接納到你的 香港現在出現的問題是怎樣 就是因為 他後來跟英國那一套 分層管理制度太清楚了 樓下就是商場 二樓市場的住宅 如果樓下趕絕了 你沒有地方走的 最典型的就是 為什麼領匯賺了這麼多錢 因為他基本上是獨市經營 整個屋邨裡找到其他店 我要買東西 沒辦法走到外面 走幾條街 在那裏店買的 我一定要回領匯 去商場買的 第一個業主 就是領匯 他喜歡怎樣租 怎樣租 真的走不掉 領匯之所以 在百業蕭蕭賺好錢 其實是出自政治背景 和壟斷性 但如果你在油麻地旺角不是 樓下不行 上二樓 二樓不行上三樓 大街不行就出樓街 燈打市街開到樓 裡面也是 他可以有些地方走窄 一雙住混窄 而且那區的居民也習慣了 吵架了 但如果在屋邨或公屋居居住 你稍為下面的店舖 12點鐘不關門 就有人投訴 一投訴 那你就做不成這些 做不成這些是少了店 或者店舖太貴 請人自然請少 你不跟台灣 以士林夜市 我自己的店舖很小 只有三四百尺 但是工資便宜 我只能三四個人負責 我只能買到三副便可以 而且晚上買到十二點 以士林夜市 一般的店舖 開到晚上一到兩點 最後一班截運 是一點零六分 那我就玩到一點零六分 那我就玩到一點零六分 對不對 通常都是十二點半可以關門 一旦那些人快點走 走過地鐵站 要十五分鐘到半小時 那他可以這樣開 但香港有沒有這樣 香港不會地鐵或是就你夜市開的 是否一點都沒有 沒有的 香港 他自己覺得哪個時段人最多 開 那個時段就開最底 那就開了 道理說 香港最後一班地鐵上環出來 就是晚上1點零八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坐十二點鐘 選的那些 每個人都跑步過關的 沒有騙你的 因為你掌握不到這班上環的地鐵 你就沒有辦法中環掌握最後一班中環地鐵 掌握不到中環地鐵 你就沒有辦法過到九龍 就沒有辦法去九龍轉其他 其他什麼 其他條影領的線 最多去到荃灣就算了 你知道嗎 就是 走了一班 你全部都走了 我們很清楚那班 那班人一定要準時 在街上跌下去 半跑步狀態 拖著行李箱走下去 你抓不到你就玩完了 香港是這樣 台灣有些班次 特意就你某個夜市 就是某個行業 所以台灣夜市方面 有很多問題 台灣就率在藍木之爭 最近的藍木之爭 現在還有幾分鐘 還有十分鐘 說一說台灣最近的反媒體霸權 是嗎 反媒體霸權 最早的反誰呢 就是反亞市的第二大股東 現在氣得飛起 還在告黃禎那位 蔡顯明 就說中國時報媒體壟斷 壟斷什麼呢 就是壟斷了中國時報的幾份報紙和雜誌 還壟斷了一個衛星電視台 一個免費電視台 那是問題 有沒有道理的問題 你有沒有去台灣 還沒有 台灣報紙都有四大堡 蘋果 自由 中時聯合 免費電視台有四個 台視、中視、華視和民視 還有公共電視五個 還有衛星電視台更厲害 一百三十幾個 你只有兩個頻道 你能否壟斷你 其實是名屈 找些東西來搞 為什麼呢 因為蔡顯明不久之前 是藍營的 現在大陸的生意賺了不少錢 而且你的報紙叫中國時報 那我為了反中國 我就反你中時 不得就屈 最好笑的是 你說捍衛新聞自由 那最近 阿菇仲良 即是找個輪胎 拖了三億台幣 去送給阿扁嫂那位菇仲良 那他就 帶頭 去收購肥佬黎 台灣的傳媒旗下 所有印刷、韓文 甚至電視 先說明了 肥佬黎不願意賣的 那你有沒有本事買 對 對嗎 還有 菇仲良是很慘的 他要買的時候 想買到三十四大股東經營 誰知道台灣金管局說 你家裏開銀行 開銀行規定 傳媒要裝了一支 買到二十 你那半都十歲 不可以找另一個人來交 原因是 怕你利用社會公器 為自己銀行宣傳之旅 反映利益衝突之旅 台灣有法律 全部抄襲美國 那些叫反壟斷化 香港沒有的才我明白 台灣有的 抄襲反壟斷化 反媒體壟斷化 有這樣的事情 最後菇仲良 就斑馬斑了四個有錢人 其中一個有錢人 竟然開股 就叫做 蔡顯明 那為何蔡顯明不買呢 我問蔡顯明的朋友 我的朋友 我討厭肥佬禮 他搞我 這個混蛋 我用錢扔死他 你搞我吧 那肥佬禮在頭上就說 好考驗 我都不知道蔡顯明 知道蔡顯明我就不買 結果前天在澳門簽了一個賣 所以你說信肥佬禮一成 絕對是雙莫薩明 然後最好笑是怎樣呢 民進黨看到有委入 那又怎樣呢 所以民進黨始終搞選舉政黨 屈人 這件事學肥佬學到十足了 就叫做老作劍作大 屈人不用本 就說什麼呢 就拿了一封美國退了休的 中國思想史專家 鍾研院院士余英時 一封絲人信 就說中國共產黨明目裝膽 就指使台灣富商 去收購台灣媒體 這種是絲人信 不是新聞 但不要緊 就頭版頭條 就寫一個標題出來 就說中共指使台灣互相收購媒體 神經病 頭版啊 全版啊 就說私人信 沒有證沒有據 就跟私下說 有可能不能收購 但事實上我們知道內偉的人 因為我以前幫朱仲亮的唐大佬 就是菇啟韻打工 其實菇重量怎麼買呢 主要就是他想做些事情 因為他自從扁數三聖元 爆了之後 不是南港 叫龍潭土地 還衰了幾年 還有一陣子走爛 走到日本 避難避了兩年多 回來想搞些事情 既然肥佬想買 買一份東西搞的東西 就是這樣的 最初是這樣的 但由於各種法令規定 找到幾個人加分 就這麼簡單 蔡顯明更簡單 就是我不老禮 你肥老禮 我賺錢賣死你 就是這樣的 結果搞到後來 就變成什麼呢 變成中共 慫恿或支持台灣富商 收購台灣媒體 殺進來 洗衝台灣人文老 好像多了些 於是搞了反媒體霸權運動 就動員了幾千學生 走到台灣行政院門口 即是國務院總理 陳中抗議 要他加入 去調查此事 屬實與否 如果屬實的話 就不准他買賣 聽過沒有 詩國零 這些是邏輯 就施線了 還有台灣市 中研院研究員 吳瑞人 就說自己 說自己 共產黨來了 我就死了 但全部沒有證無據 而且我們內衛人 你知道 其實完全是什麼 就是台灣土炮 想趕肥老禮走 肥老禮是沒有運行的 亦知道自己沒有運行 於是趁著有個好價錢買了他 其實純粹是一種生意 肥老禮怎麼知道自己沒有運行呢 因為在過去十二年 一傳回到台灣 先說明 這方面我是支持他的 爆發 爆到七彩 官員也怕他 議員也怕他 富商也怕他 肥老禮找個動新聞搞你 對 沒錯 這方面的揭手 或者制衡政府方面 他是OK的 沒有問題的 但他不好方面 就是老作 知道嗎 誇大了 老作 什麼都離婚 新聞正常的專業要求 他一半遵守 一半不遵守 一半發揚光大 一半就不遵守 搞到現在台灣記者的地位 跟香港一樣 聽說你是記者來的 那是不是狗仔啊 這樣 都沒有了地位 知道嗎 所以台灣的專業新聞界 特別傳到那些大報大電視台 是討厭肥老禮入骨的 首先 好了 怎樣呢 就玩東西了 剛剛有一批正大新聞系 文大新聞系的教授 就當了台灣國家公布委員會的主席 肥老禮申請牌 喂 你動新聞這樣啊 強姦的女兒可以動畫上網 然後被人手機拉下來 罰了60萬 不行 你要保證 不賣任賺新品 才發牌給你 下了兩年 每個月燒銀子 都燒一千多二千萬台幣 下了兩年 然後呢 要上衛星軌道 但是漂亮的號碼 三十幾號 四十幾號的那些 人家都說了 好 可以 排了一百五十六號 還有一些說 你給多少錢 一年多少錢 要播出費 我都不播 我不喜歡 什麼海瓶 台灣的有線字網路 我不播 你要吹嗎 我不收錢 我不賺錢 你一聞到浸氣 全台灣都在圍繳 然後圍繳後 發覺沒有運行 加上馬英九 或多或少 在後面搞你 你知道全世界是這樣 賺錢 你跟政府走同一個路線 站在政府那邊 你不一定賺路線 因為很多人跟你一起競爭 但是你跟政府站在對面 就是跟政府頂 政府踩你 你就死定了 現在很明顯 就不得政府踩你 民間的台灣老老牌 於是你見到勢不對 就趁著一個好價錢 一百七十五號就賣了它 很簡單就是一種 要對投資前景 還有肥佬黎去拿頻道的時候 這件事就 免得說哪些需要的來源 反正就是 很工場很內偉的 我們同業跟我們說 還有蘋果的 見到每個人都說 我不想去共產黨 反正台灣老人 都賺了共產黨 搞得肥佬黎 覺得很不老禮 撐你的肥 香港人都不怕共產黨 怕台灣老人 怕共產黨 真的不明白為什麼 其實我懷疑台灣老人 根本就不想刀給你 反正你屈共產黨 共產黨不可能透露 說是我指示他 你不能查證 共產黨沒有理由說 是呀是我指示 我指示海瓊 老闆叫他不給你頻道 他不可能說 你不能查證 共產黨 今晚時間差不多 但問題就是現在台灣盲柄 抗議這件事 要叫政府介入 他不准賣 你說這群學生 不是盲的教授是懵的嗎 傻了 下星期再見 下星期再說 這個懵成靈運動 拜拜 星期六晚 大家時間산 ăn devrait ward IPWパ 這個星期有沒有戲 體驚 進來聚人 本來的星期 大爆氣 星期六晚 大白癖 疑空 午夜蒙宜錄像 幕後員班人馬明天打造 本年度最強驚嚇顯皇 超鈴 十一月二十二日 看到死感 想減肥又不想辛苦 還要有得玩又開心 和平通全香港 快點來例程美學方Bally Dance Corner 他們有 減壓瑜伽班、蕭脂印度舞 健體排排舞、素身抱皮舞等等 自己訂場練習都可以 而且還有多款跳舞衣出售 現在星期日還有免費試玩班 想知詳情?快點上 www.abdchk.com 或者打 27826818查詢 我先去報名吧 靚煲王促身推出赤板屯骨煲 鮮辣、鮮厚味 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 豬骨煲 和靚煲王 他的新鮮手切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 優質新鮮生料 也都遠近辭明 靚煲王 還是衛生署認證的 有型食肆 嘗一嘗靚煲之味 即打23990812 或上 www.23990812.com 特區的法律界 當然包括法官 是對中央和特區的關係 是缺乏認識的 與米志祺有什麼幫助呢 我說我自己是香港人 不是中國人 關你什麼事 我是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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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球要重砲 廣球要聲咬 肥蘇謝拉 和你爆足90分 好 星期五晚上爆足90分 今晚看到 為什麼只有我和阿近 還有一個吉偉 其實不要緊 因為大師兄公幹出了外 另外阿成趕著上路 上來這裡 然後林恩就請假 所以我和阿近先頂著 不要緊 大家都知道 今晚的內容都相當豐富 先回顧周中的賽事 英超 真的離譜了 真的想罵人了 另外第二節當然繼續會 接下來有兩場大戰 這個星期 馬德里打比 還有一場得甲的國家打比 當然還有 我們終審庭 有兩件事要談談 首先談談碧咸的去向 是否真的回到英超 或者英超是否真的有球隊容納到他呢 再者當然要有今天的back job 史高拉利果然和我們上來的分析 沒錯 他真的中了 中了一半 好還是不好呢 再慢慢分析 當然還有 另外 激爆阿世亞會 講一下 港隊 即是接下來的東亞杯 究竟會怎樣 阿成趕回來 都會幫大家挖隊的 另外也會講一下 今天的K-Lead FC首爾獲得K-Lead冠軍 等等 還有今年 那年似乎 中超面向很多巴西的名稅 球員等等 先來第一節 告訴大家 我現在的電腦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在臨序節目之前 不緊要 我只要說我記得 其實首先 就說 英超 我們一邊看片一邊說 就肯定會記得 因為要看看 這一場 滿戰 人家有漢戰 他就滿戰 嘩 嘩 可以往前一點嗎 大哥 對 往前一點 看看這一場 對著富咸的賽事 因為是挺長的版本 這個在 這個 Match of the Day那裡 剪下來的 那就 對著富咸 阿贓 怎麼看 跟我的預期一樣 即是你炒迪馬提奧 不要緊 你請賓尼迪斯 你叫我